褲子呢 我穿黑色 童魚等一下會穿灰色 那這一件呢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它是一個微小喇叭 前面有一條車線 等一下如果童魚用灰色來看的話 大家會比較明顯喔 它是一個超彈力 所以它是到 其實到XL我覺得都穿得很像 只是它是一個就是比較貼身 但不緊身的一件褲子喔 然後長度超級剛好 因為我的161還沒踩到底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有童魚的156 小姿女孩來示範 而且這個真的超瘦 而且我今天還特別喔 覺得想說要露整件褲子給大家看 所以我跟童魚還選擇了一個就是比較微短板的上衣 又沒有到很短板喔 所以呢 這樣穿起來你看就161 我覺得我已經就是明顯變很高了 我跟你講 像我們 我這種O型腿的時候要穿喇叭 因為我家超多喇叭 重點是如果矮的人穿剛剛好 建議156以下還是穿厚底的 比較不會踩到 但是呢 這一款呢 它的厚薄度就不是那種太薄 因為它其實是棉質的 可是很多人怕棉料的 會顯臀 會太棒 但是我們這一個有厚度的 它是有一點厚度抵挺的 對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會不會太服貼 然後露出什麼太明顯的痕跡 但如果你想要完美主義者 你還是可以換像無痕內褲 我覺得就會變完美許多 但是如果像我黑色沒換 其實真的看不太出來 對 你還是要想想想想想說 那邊